9月12日晚 李克勤庆祝成立30周年演唱会 一连九场红管歌唱完美谢幕 克勤邀请到大一声中的贵人 台铃铛当表演嘉宾 两人合唱一首 夜曾相识 掀起全唱高潮 所得几多 一旦宣似曾经到的我 探索又似曾经相识过 至少外洋为山 所得几多 完场后提到演唱会 到了安歌部分时 克勤望着粉丝们 用手机闪光灯造成的灯海 哭成泪人的一幕 台讲述了当时的感受 到最后的一首歌 那个灯海啊 出来的时候 那个感情就来了 就哎呀 其实我很怕在 很怕被 被人家看到我在哭的 我觉得男生应该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 真的很感动 柯勤在演唱会中 透露自己的梦想 是当一名导演 整齐未来两年 将会做导演玩梦 一直都是讲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梦想 但是还 不到今天的话 就不能讲 所以我就留在 最后的时候 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就是我 未来一两年的一个梦 我希望可以拍一部 拍一部好的电影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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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